嗨,我是敏莉,欢迎来到淘道宝 这个频道会跟你分享购买境外商品注意事项 以及开箱使用心得 最近有想要换新的水槽吗? 抽拉式水龙头好不好用? 隐藏式招架有什么缺点? 取杯器有没有必要买呢? 让我来分享我的购物心愿 以及安装注意事项 最后会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键牌水槽 及抽拉式水龙头的优缺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厨房水槽是每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装备 虽然大多数的家庭对水槽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能洗菜、洗碗快就好 但随着生活品质提高 水槽的种类及样式越来越丰富 除了好看内容 会希望能跟家中风格一致 当你省理的四大注意事项 第一,水槽的材质 第二,水槽的尺寸怎么选择 第三,安装注意事项及优缺点 第四,可以加买的配件有哪一些 水槽主要材料有不锈钢、花钢盐、人造石跟陶瓷 第一种不锈钢 材质为目前大部分家庭的选择 304不锈钢的材质 有耐热、耐食、抗菌、兼顾耐用等特性 在水槽表面处理有磨砂拉丝、喷砂、抛光镜面等多种工法 做工方面最好选择一体成型 一体成型可以防止因为焊接而在接控处产生氧化的缺点 第二种,花钢盐 这种材质的厨房水槽 原料环保、无毒、五辐射 用高纯度的花钢盐材料再加上特有的复合材料 经高科技工艺压住而成 生产出高硬度、耐花、抗油污、耐高温且不易吞色 第三,人造石 人造石常常被用于橱柜的台面 它的色彩较丰富 可以搭配多种风格的橱柜 材质没有不锈钢的坚硬 使用的时候要避免刀具或硬力碰撞 人造石水槽若长时间不清理 比较容易造成完够的污渍 第四种,陶瓷 因为材料比较易碎 不适合厨房使用 较少人选择 水槽的尺寸怎么选择 常见的有单槽、双槽、多槽 单槽又有分成多种造型 应该选择哪一种 可以依日常使用习惯及厨房面积来评估 双槽水槽大约70到85公分 宽度40到50公分 深度一般为20公分左右 双槽的好处就是 不同食物或餐具可以分开放置 你可以一边备菜一边洗锅子 但双槽的槽体比较小 没有办法洗大型的锅具 而且排水的部分因为弯道多 所以比较容易阻塞或渗漏 如果常常没有办法及时吸碗 或者是需要长时间解冻食物 希望食品与物品分开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双槽水槽 单槽有方形槽 还有长方形槽 还有圆形槽 方形槽大约是50公分 长方形槽尺寸大约60公分左右 若空间足够建议选择70公分以上的厨房水槽 单槽可以放置较大型的炒锅 可以放较多的洗涤物 但洗菜跟洗碗在同一个槽体内 会有卫生的疑虑 因此建议加购有沥水功能的配件 单槽排水管路较简单 可以加装处于处理器 单槽适合加装锅具多且大 餐具一餐一洗或者使用洗碗机的家庭 洗菜会另外用盆装的家庭来使用 安装及注意事项及优缺点 购买水槽的时候要先确认一下 橱柜的宽度 最大宽度为橱柜宽度减去10公分 水槽深度大约18到23公分 过浅的水槽使用的时候容易喷溅 过深的话弯腰使用会非常的累 水槽安装方式有台上盆 台中盆台下盆 台上盆安装容易 维修方便 牢固 水槽下面留的空间能比台下盆高3公分 水槽的台面与接风处 比较容易藏污纳垢不好清洁 台中盆 比较考验安装师傅的技术 在台面上打磨一层 水槽与橱柜台面高度平齐 台面平整好打理 但接风处容易累积污垢 台下盆最干净 不藏污纳垢 台面容易整理 比较难安装 而且没有台上盆和台中盆那么的牢固 其他细节像是水槽的厚度 及底部涂层都需要留意 以避免使用的时候 在水槽下方 会因为水气凝结成水珠而影响到橱柜 另外可以选择排水口位置 比较靠后方的水槽 下方的橱柜会有更大的收纳空间 装处理器或者是净水器更方便 留意排水是否迅速不积水 有无防臭防张的功能 可以加买的配件有哪一些呢 冷热水的三角阀 三通管 排水套件是必要的配件 另外有给灶器 沥水栏 活动式水槽 浸水器 洗杯器 隐藏式高架 抽拉式水龙头 感应出水水龙头 除以处理器 除下式的电热水器等等 而且水槽还有奈米银离子的水槽 可以依需求加购哦 上述整理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后面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键牌水槽 加抽拉式水龙头的优缺点 在淘宝上键牌算是知名品牌 可以先找到销量高的卖家 参考评价 若没有运送时损坏的评价 再下单 大部分厨房家电包装都是 商品外面会包覆着保力龙 外层在以纸箱包装 若是购买易碎品 建议打木架或木箱 多一层保护 多一层安心 另外架大或较重的商品 可以先提供长宽高级重量 给基因业者确认收费 要注意的是 少数商品进口的费用 可能会比商品价格还要高 这次购买的是奈米单槽 G15乘以46公分 主体有水槽 抽拉式水龙头 排水管 刀架 伸缩 立水栏 冷热水三角阀 当初一直想装洗杯器 所以我特别找了开了三个孔的水槽 一个孔放进水器 中间装水龙头 另外一边可以装洗杯器 如果不想装洗杯器 你也可以装洗碗机或是洗手液 目前使用10个月左右 觉得蛮方便的 一个好用的水槽 跟要配一个好用的龙头 抽拉式水龙头 比普通水龙头更好用 水槽四周都可以清洗 觉得水龙头 还有感应出水的功能 不用怕手油腻 直接出水 更加方便 好的水龙头 可以绝成许多时间 拷好的水龙头 出水小就算了 还会漏水到处喷溅 真的很伤脑筋 下面呢 为你介绍的是 键排水槽 跟抽拉式水龙头的优缺点 另外还有补充说明的是 如果你觉得这一组水槽不错 想要购买 刀架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要评估一下 因为有一些厂商 它的刀架底部的地方 它是有排水孔的 如果你刀子湿湿的放进去 它的水是会顺着排水孔排出去 大部分的厂商 它的刀架的底部是封起来的 没有排水孔 所以如果你刀子湿湿的放进去 每隔一段时间 你必须把这个刀架的盒子 把它拿起来做清洗 不然里面可能会容易发霉 另外洗杯器看起来 虽然很好用 就是如果你泡 比如说像巧克力啊 阿华天啊 它下面底部会有沉淀的话 其实蛮好冲洗掉 像奶瓶之类的都很方便 但是其实它杯口的地方 还是需要清洗 并不是说你有洗杯器 就可以不用碰手 不用碰水这样一点 还有就是 剑排水槽的部分啊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浮秀 在最底部的地方 它的水 如果说水痕还在 当天晚上如果你没有把它擦拭干净 隔一段时间 它那个地方会比较容易产生 水垢或者是类似像浮秀的感觉 那给大家做个参考 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相关补充说明 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 有其他购物问题 也欢迎留言在FB社团里一起讨论 觉得内容不错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让我更有动力 分享更多的好货哦 拜拜